土耳其异男性吴凤来台发展多年 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 与台湾老婆育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她经常透过社群分享自己的日常点滴 经常发文透露被雨淋成落汤鸡的经历 吴凤坦言虽然在台湾已经生活了将近18年 但还没有养成随身携带雨伞的习惯 日前她出门后不幸遇上一场大雨 导致全身临失 并po出自己在街上被雨淋的惨状 只见她露出无奈的表情 身上的衣服包包全都湿透 眼镜也被浴水淋湿挡住视线 并表示自己回家后 老婆还以为她跳海了 其实她只是在外面走了五分钟而已 可见雨势有多大 无缝笑称幸好自己是光头 不然头发被淋湿的话 整个人看起来会更惨 网友坚状纷纷笑称 好羡慕她的光头 最后一句话好好笑 也不忘提醒她 最好在包包里放折叠伞 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